说起练习曲 可能大家会想起一些很沉悶很长 很重复性的练习 但是其实Walford的练习曲是写得很有趣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练习曲拉得很有心思 很好听的话 到我们拉Suzuki 我们都会立刻知道如何拉 我们不需要在Suzuki里面才可以练到乐感 我们可以在一些看起来很平平无奇的练习曲里面 都可以拉得好听 都可以练到乐感 其实每一首练习曲大家一定要知道他想我们练习 在27的这首练习曲里面 他就是想我们练换弦 而这些换弦是特定要在上半弓或者弓尖上才行 大家看到应该尽可能找一个水平是可以兼顾到两条弦的 让你手腕和前臂一动就已经可以拉到D弦和E弦 第二拍 这是一个Octave 然后第三拍 如果它是两条弦在旁边的话 你甚至可以同一时间拉两条弦 比如第一小节的第三拍 你可以 然后第二小节的第一拍 第二小节的第二拍没办法 其实如果你是细心听你都可以听到octave准或者不准 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到怎样不准呢 我今次再做明显点 应该听到是低的这个音 底的这个音就下降了 那么我听不听到呢 就是高的音 B natural太高 而底的B natural太低 如果大家想練音準的話 不要只拉一次 接著就拉下一個小字 馬上來回 反覆聽一下 可能抽10個音 10次的Octave 聽一下準不準 譬如 來回拉兩三次 然後給時間 手指去調節 我相信大家心裡 都會有一個音準 我不覺得 8度是一個很難聽到 準不準的interval 只要你細心 刻意去聽音準的話 是每個人都可以聽到的 視乎你有沒有給時間自己聽 還有你有沒有給時間 手指去慢慢去找到一個地方 是跟你心裡 覺得準的那個音 是一樣的 你要給時間 兩樣東西去配合 你的聽覺 你的聽覺 和左手的感覺 這兩樣東西 那個連繫 沒有了這個連繫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 音不準 或者為什麼我們練也不準 因為我們就算唱得到 你沒有給時間 手指去拿到那個感覺 你沒有把這兩個感覺 連在一起 那個音就不會準 它不會自動準 還有就是你拉手練習曲的時候 那些分弓 是要斷開一點點 如果你把它拉成Legato 是太連 自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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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多做弓 你會碰到 兩條弓 中間的那條 譬如 如果兩個音 G 和G D線的G 但是 如果你 你不停下支弓 換了弓 然後再拉 你就會拉 你會邊拉邊 所以我们其实是拉完一个音 停一停 换弦 然后落空拉另一条弦 右手放松一点 你放松一点 它换弦反而不会碰到其他弦 大家如果都做到的话 看看可不可以最后一步 我们说做那些Phrasing 没错 练习曲都有Phrasing 刚才我们说 如何把练习曲拉得好听 如果一首歌是没有Phrasing 你没有Phrasing 你不是在讲一个故事 这首歌就会很闷 不论那首歌是一首Beatlefin的Sonata 还是一首练习曲 如果它没有Phrasing 或者你找不到 这首歌里面的Phrasing 就会很闷 Phrasing就是问自己 到底这首歌每一个乐句 是多少个小节 两个小节 四个小节 还是多少呢 一定不会是一拍两拍三拍 不会是逐拍逐拍的 起码都是两个小节 大家听一下 譬如 这个是第二版的第三个小节 应该是这个 两个小节一句 然后 然后 可能你会问 我知道Phrasing 我实际想拉 如何才能拉到 Phrasing的感觉呢 我现在试一次 1 2 3 1 2 3 每一个Phrasing的第一个音 我会拉长一点 如果你感觉到某些音是特别重要 你自然会在那个音 你自然会想把那个音拉长一点 你为了让人知道这个音是重要的 你会在那个音之前 你已经把那些音拉长一点 然后最长的就是你觉得重要的那个音 所以刚才我示范的 一句最尾的那个音 我会长一点 然后下一句的第一个音 我又会长一点 那别人就会知道 原来是有这样的 关系在那裡 我们不需要 要逐一下都强断 人家不是这样写 没有了Phrasing的感觉 但是如果 甚至我有点点快 然后 为什么我这里 会突然强那么多呢 因为那个弓法转了 一路的弓法都是上落上落 但是这里是 是特别的 这两个小节呢 是 那个感觉是落上落上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是两种不同的感觉 是右手不同的感觉 那这一样东西呢 都是有 告诉观众听的价值 在,告诉人听的价值在